大家好,我是文聖老師 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我們平常在做系統拆解的時候 是怎麼樣跟同學討論的 首先 我會習慣用心字圖 我會把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放在中間 那一開始 我就會詢問大家 就像我們寫作文一樣 有關於 因為我們這次的專案是瑪利歐之小萍牙 那根據題目的要求 各位想到這個 這個案子的話 你會想到什麼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會跟學生詢問相關的問題 那學生一定會 有各式各樣的回答 那這時候 老師完全不需要去 做判斷 直接把學生的回答先放進心字圖裡面 有時候學生可能會想到 我們這個是一個樂器 所以要有按鈕 所以我就加一個按鈕 然後會要一個LED 然後要有音樂 要有Doremi的聲音 要發出音階 要有Doremi的聲音 要發出音階 然後呢 要有排線 除了這些 如果他們沒有想到什麼的話 你還要再跟他提示一下 那 比如說我們 畫面 你的 規矩畫面會有哪些東西啊 那他們就會講 有五線譜 然後會有音符 跳動的音符 然後呢 功能也可以講 所以 比如說我按下去就要發出 按按鈕 就要發聲 還有按按鈕就要亮燈 還有那 有沒有一些進階的啊 他們就會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歌記起來 把歌譜記起來 那既然有歌譜的話 可不可以讓他自動的 播放整首曲子 所以就會加了一個 可以播放 那既然有可以記錄曲子的功能 那是不是 就會需要一些 比如說清除 敬意的功能 清 除歌曲 然後按鈕會有幾個 按鈕可能會有三個 所以 我們大概跟學生 做了一些討論 學生也丟了一些想法進來之後 第二步呢 如果大家都沒什麼想法了 第二步我們就要進行 分類的動作 那分類的動作 你要看實際的需求 那以這個 這個作品的例子來講 我們可能會把它分成軟體 硬體 那個使用者界面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增加一個 一個節點 叫做硬體 然後再加一個節點 叫做軟體 那軟體呢 可能會有分 這個控制的部分 這個部分老是 第一次的分類老是可以帶一下 沒關係 然後可能會有這個界面的部分 然後 可能還會有進階的部分 好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把 所以第二個你把分類做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 第三步 就是把剛剛同學們想的這些東西 把它放進他 該屬於他的分類裡面 所以 按鈕 它是屬於硬體的 就把它接到硬體去 LED屬於硬體 然後音階 這個是屬於控制的部分 或者是你接在 那個 應該是屬於控制的部分 這個地方分錯都沒有關係 事後都可以再改 然後像清除歌曲 這個都是屬於進階的功能 可以播曲子 也是屬於進階的功能 把歌譜記起來 進階的功能 按按鈕就亮燈 這個屬於控制的部分 按按鈕就發聲音 也屬於控制的部分 然後會有音符 然後 畫面上會有五線符 畫面上會有五線符 屬於他的界面的部分 那剛剛這個音符是講 畫面上的音符 所以他屬於 UI界面的部分 然後硬體還會有排線 那麼當你初步這樣子分完之後呢 一定會有一些遺漏的 那所以你可以 因為現在你的整個 架構已經出現了 已經出現了一個大概的架構 所以你可以在這時候呢 再去 把這個結構再把它補充 完整一點 那或者是多的就把它稍微刪掉 所以在按鈕這邊 按鈕這邊 我們硬體 因為有三個音 瑪莉歐是小萌羊 就是有三個音 所以我們只要準備三個按鈕就夠 所以這個按鈕呢 會有三組 然後排線呢 排線 你除了按鈕這邊要排線之外 LED那邊也要排線 所以 會有六條排線 六條排線 那LED呢 我們是一個按鈕搭配一個LED 要給那個映牙人士看得到 燈光有在亮 因為他聽不到聲音 所以我們LED也是有三組 好那當然 做這個可以 我們的主角不要忘記 還有他可以用主板 還有一個感測器擴動板 還有一個感測器擴動板 那軟體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說 在控制的部分 我需要按按鈕就要發出聲音 還要亮燈 然後那個發出的聲音呢 要是對應的音符 對應的音符 所以我們再把那個結構稍微調整一下 好那在那個介面的部分 就是畫面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 這個畫面上有了五線譜 然後呢 當你彈DOW的時候 那個小貓就跳到DOW的位置上 彈MEE的時候 小貓就跳到MEE的位置上 所以大概會有這些部分 那這些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其實都屬於基礎的部分 基礎的部分 那 如果你還要需要進階的功能 我們可能就會加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好 那你把系統大袋的分割 分割拆解之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一開始 這個很大的一個專案 我如果只處理這個地方 硬體的部分 或者我只處理 控制的部分 或者我只處理哪一個部分 對我們來講 我們在做施作的時候 假設這個地方我們先不看 我們就只先看硬體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負擔對你來講就變小了 剛開始 一開始是不知道從何做起 但是你在系統拆解之後 你發現 我就先處理這個 處理完我再來處理 我再來處理這個控制的部分 就可以分階段處理 把你的大專案拆成小專案之後就可以分階段處理 那當你每一個階段都處理完了 你每一個階段都處理完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整個案子就完成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接到一個專案的時候 我們必須先去思考一下 它裡面會有哪些組成 它的架構會是怎麼樣 然後想好之後把它做 系統的拆解 那只要拆成小的系統 對我們來 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負擔就會減輕 然後每一個小系統 也就很容易可以完成 好就是系統拆解的部分 好就是系統拆解的部分